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全新资料片布开195集 推出全新做其技能家玄灵珠 加带力量虚迷的多文选手 梦幻西游的全新资料片 将在2024年1月份推出 关于这部资料片 官方信心十足 表示这将是有史以来内容最功夫 玩法最全面 趣味度最高的一部 梦幻推出175满集已经很多年了 经常有玩家猜测会开放更高的等级 这个等级极有可能是195集 因为要给200集的梦幻精灵一个面子 不过从官方的爆料来看 即将到来的新资料片 并不会开放新等级 但是会有新地图和新NPC 新资料片将推出全新的做其技能 和新道具玄灵珠 玄灵珠最高是8集 和宝石一样有合成等级 梦幻西游的第四种寻手多文寻手 从今年的愚人节就开始预热 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了 看样子在这部新资料片当中 确实是要和兄弟们见面了 在梦幻的宝宝当中 只要是寻手 就必定会有一个特殊技能 十国寻手的虚弥珍言是加法商 增长寻手的灵珊蝉蝉是加法商 而广目寻手的镜台庙底则是加气血 其中虚弥和镜台两个技能 直接改变了召唤兽的格局 那么问题来了 多文寻手的特技技能会是什么呢 第一主播老王在直播过程中 曾经专门预测过多文寻手的特殊技能 看过老王预测新东西的小伙伴们都知道 每一次他的预测都是半真半假 他认为多文寻手的特殊技能 应该与力量属性有关 有点类似于力量虚拟 一种可能是增加误报 穿刺 狂暴的几率 另外一种可能是直接增加伤害 但是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主要会影响PK中使用的权力高尚宝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